这个检测今天就是放完的时候已经结束了 然后呢就是在拆解中发现的 SD卡的残骸是由于在国内没有办法处理嘛 那么原本是打算交给特斯拉美国总部去尝试那个分析还原 但是我最后还是决定觉得暂时还是不交给特斯拉 是由消防部门这样保管比较好 因为我是也比较希望消防部门尽快的 就是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能够出具他们的调查报告 现在还没有